米菲哭了 荷兰插画大师迪克·布鲁纳作品 这些完美时光解书 米菲是在小床上 泰迪熊躺在他身旁 他觉得泰迪熊很友好 暖和又漂亮 可是早晨天一亮 可怜的米菲就哭了 天呐你知道出了什么事 莫莉你觉得出了什么事呢 泰迪熊没了 你怎么知道 米菲的泰迪不见了 哦 米菲的泰迪怎么了 他究竟去了哪 他到每个角落里去找 你瞧 米菲就在这 妈妈这会儿不在家 米菲跑去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泰迪熊去哪了 爸爸说我不知道呀 他又去问小伙伴 他们在草地上玩游戏 可是没有人知道 米菲的泰迪在哪里 他去问爷爷和奶奶 我们一直在家里 他们对米菲这么说 没见到你的小泰迪 米菲又跑去问姑姑 姑姑住在小山上 我没看见小泰迪 姑姑说着 眼泪汪汪汪 米菲只好回家了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哦 米菲哭得多伤心 泰迪是她的宝贝心肝 白天就这么过去了 看米菲已经回到这儿 她上床准备睡觉了 可她的脚碰到了什么 米菲 米菲钻进被子里 你猜她找到的是什么 一个毛茸茸 远糊糊 有手有脚的小家伙 漂亮又暖和 米菲要把她抱出来了 看呐看呐 这个小家伙要出来了 一个黄脑壳 还有一对可爱的小耳朵 是我的小熊 米菲喊 是我的小熊 真的 耶 我找到了我的小泰迪 看米菲不再哭了 OK Bye